哈喽 大家好 我是DJ阿周 我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微在台南市中西區神東街口的 逆雞蛋糕 這個雞蛋糕它有分為甜的口味 也有分為鹹的口味 目前螢幕看到這六項是它甜的口味 那都是銅板價18塊叫30塊 那現在螢幕又出現了這部分呢 就是鹹的口味 它有五種鹹的口味 那製作過程就是在雞蛋糕裡面 在包它的餡 那就是鹹的口味 因為雞蛋糕它的地點正好是在 神東街跟海岸路的三角窗的位置 這個位置 那他們基本上我所知道是大概禮拜一會休息 那偶爾他們也會休息這兩個女孩 所自己創立的Nini雞蛋糕 那我們目前看到的是 這個是平常日拍的 在神龍街這裡 那神龍街這裡呢 平時有課以蠻多 因為現在是除假期間 這個影片是我上個禮拜拍的 那它現在製作過程就是要把 雞蛋糕就是麵粉啊 還有鮮奶 還有雞蛋 但是打一打之後 那放在這個烤盤上 烤盤之後它製作過程 你點了之後 大概你要拿到這個雞蛋糕的話 大概時間上大概要四分多鐘 大概我觀察過大概四分半 然後四分三十秒的時間 那就看你點什麼口味 它都是現場製作 所以說呢 在這邊就是你可以點了之後 稍微在這附近逛一下 之後再來跟它拿起製作好的雞蛋糕 Nini雞蛋糕呢 它的前身是某家 後來它因為某些原因 可能移民到台積電 移民到那個美國去社長 跟著它的老公 之後把這個店就判給他們了 他們之後他們就改名字了 改了名字叫做Nini Nini Nini Nini雞蛋糕 那這邊呢 常常會看到有一些遊客 尤其外國遊客也很好奇 所以說偶爾也會看到外國遊客 來跟他們購買這個台灣 他們自創的一種口感的一種雞蛋糕 那我們在看它製作過程 大概就是像影片這樣 它先那個鐵盤會預熱 預熱之後把東西放上去之後 就烤 先烤一面再轉過來烤第二面 很像小時候我們在吃那個 有點像蛋型的那雞蛋糕的製作過程 是不是他們創新把它改成另外一種型態 那個烤具上稍微的有定制 那這樣它看好看一邊好的話 那另外一邊再繼續轉過去 這稍微要等待一下 它的爐具大概就會先準備兩組 兩組它有點的時候就一組 那在假日的時候 常常兩組都是滿的 那他們在製作過程就是完全的 滿乾淨的你可以看到 那我們一般如果像 我們像如果是那個移動攤販的話 他要吸收什麼不方便 他在這位女孩子這個老闆娘 後面後面有個吸水槽 他們隨時都會保持手是乾淨的 那我也常常跟他們買 我對他們的品質上 我還是覺得還OK啦 但是我大部分都吃原味 我不喜歡包餡吃原味 那從小吃到大的雞蛋糕 這種口感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把鏡頭稍微帶一下 它的旁邊也有一家 是賣自動化的咖啡 其實在咖啡旁邊還有一間叫 茶燕師的李老闆 我也常去神龍街有趣的話 都會跟他點一杯飲料來喝 他的飲料是先充的 那等有機會再幫李老闆製作一個影片 那這個雞蛋糕目前來看來 清晰是考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要稍微看一下 到底手都OK嗎 OK之後 他打開之後 要幫他落印他們的LOGO在上面 稍微的落印一下 他們的LOGO在上面 之後呢 他會有一個 再稍微烤一下之後 放一下這個鐵盤子 就直接這樣 完全手不會接觸到這個雞蛋糕 烤熟的雞蛋糕 那之後呢 他會剪開之後用夾子 而不是用手 稍微讓他量一下 雞蛋糕的外皮就會 稍微的酥酥脆脆 那在這種情形下呢 他用夾子 而不是用手 這樣或許也是蠻燙的 那這樣也不是 感覺上就是比較乾淨的感覺 而不會用手去接觸到 已經做好的食物 那這樣整個製作過程 大概是這樣 他就打包之後 就 後續就會把這個東西呢 就交給購買者 這個購買者 他總共買了三個 那直接他做好之後 整理好就會把這個雞蛋糕 就递給購者 整個影片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喜歡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下小鈴鐺 感謝您 掰掰 我們記得按下小鈴鐺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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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